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的排位拆局 今天講講接下來星期六的賽事 跑沙田的入賽 斯嘉山南 10場的草地 頭彩的跑時間是1點鐘 所謂的氣碼都是兩場的一班賽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特別的 另外就先講一下我騎練的手風 騎練的手風就是 這次你見到上次陳嘉希好贏回馬 現在其實未贏馬的兩個騎士 很久沒贏馬的兩個騎士 就是何宅堯和波建士 這兩個都超過一個月沒有贏馬 超過一個月沒有贏馬 至於電話師方面 就會見到姚本輝最近比較立有 這個比較立有一點 就是最近五個賽日都沒有贏馬 但他出馬不少 相對來說比較失望 其他電話師最近都有贏馬 說回今次的大鎖池方面 就是3T會有千多萬的多寶 這個鎖池 如果你是週日一注獨中 就是千八萬的 看看大家夠不夠膽 在星期六玩一下這些3T的場次 不過今天我想講的 這一場就是第七場 一班的1200 我會測這一場 我想推薦一匹馬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一隻馬就是 一來不捨什麼重磅 二來其實就是 我覺得他會在這一場搏 第三就是這一場賽事都很跑的形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兩個騎士停賽就是 周仔和莫丹尼 巴道就是復出的了 好 那就記得麻煩大家 如果想支持我們的節目 還有滿意我的分析 希望大家拿隻手指出來 幫手按個讚好 我都盡量做節目 可惜就是今天 第六日的燃還是陽性 那我自己就 其實是很多彈 那我都希望快點去彈 因為你做節目多彈就頂住 其實我說得很辛苦 那就希望不要影響到大家聽我說話 好吧 那就 只不宜遲了第七場的 一班的1200 那這一場賽事就 我想大葉門都是八千絲而已 大家都會很憧憬這些馬 還有得上的 但是只不過我覺得 他1200的證明 到現在都不算太多 那變相 如果你說太熱的時候 這個投注的角度來說 都可以搏一下其他馬 那這個是 你賭博你都不會買一隻十多元 讀贏的 那你都是 心態上 好像禮拜日那樣 你長長開門 潘頓 那你都是 不會去 堅強去追他 你都是心 想去搏一下其他 南滿橙也會進來的 可以不可以 但是賭博就是這樣 那這一場 我只有搏那一隻三號的幸運快車 搏了波仔 蔡翰這一隊 那看波仔能否贏一場 都很久沒有贏馬 這一場 為什麼我會選他呢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 我覺得 整個賽事的形勢 是很快就他跑的 還有 還有縮來1200米跑 這些馬真的是 預算弱點的對手 其實蔡翰今季都出過很多次這一招 縮一縮來跑 預算弱點的對手 可以的 比如說一定美麗 甚至支星時機 都是類似的 因為那些都不是說 一些正宗的短圖馬 或者正宗的1400米馬 一定美麗都不行的 只不過就是 縮來預算弱點的對手 加掛眼罩 希望早段不要那麼 立友 有時候就是 留後追一段就可以了 這一招馬 我都希望他可以 因為 其實他是跑1400米最好的 只不過就是1400米的路程 真的不多 還有如果你說 現在跑的三級賽 他隨時要背重磅 隨時要背重磅 比如說 季尾那些1400米 他都沒有什麼十足的把握會贏 因為現在這個分 他就有機會是要背重磅 掛頭牌 那我覺得 如果他會搏的話 反而 1400米的馬 你縮來1200米 那段的衝刺力應該是夠用的 因為如果1400米的馬 你縮來1200米 我覺得爆發力會更加強 在衝刺方面 所以 這條數也對 雞是對的 菜漢 縮來1200米跑 脫回眼罩 早段不要那麼黏 就可以了 這一匹馬其實是1200米都贏過的 很久以前 就是他一出的時候 我記得 在早兩季都是贏過的 這一匹馬就是引起 跟你爆一段 這場賽事的形勢 我都覺得是適合他跑的 就是因為 你看到都有一些馬 很大頭的 好眼光啊 或者你說 過游戰士 那些馬都肯定會搶 這支智能未必 我看他試襲 教他留 那看看那些馬 會不會跟前 我想這一場 步速46秒內 都會正常 都是會偏快一點 那所以你說 還有一隻 蝦王 十當 沒理由留他 都是推前一點 所以這一場 我只會覺得 步速是正常的 但是不會說很快 很快 那都適合 幸運快車跑 他本身都是 需要一些 步速的馬 來的 留後一段追 還有看到這些馬 他就比波仔跑都OK 因為本身這一匹馬 其實都是容易跑的 沒有什麼扭扭靈靈 或者閃來閃去的馬 又沒有這些漏閘的 所以這一匹馬 只要就是 縮來千二米跑 早段 守一些七八位 沒段 復出去追 我覺得 或者在馬上找位都可以 這場賽事其實 挺好跑的 再加上 對手不算太厲害的時候 這一匹馬 都有權 可以在這場賽事 做著 坐位 望贏這個目標 先 上一局 我覺得不可以計數 因為這一匹馬 其實他上一次 跑了一場黏地 一級賽的千四米 根本這些馬 就不夠跑 一來二來 下雨地 根本 由在外地 或者來到香港 他都是沒有證明過 黏地 下雨是可以的 其實 你看回他前一鋪 他跑了千四 他就是用了那段力 之後隻馬不多 衝上來 過不了 加州得順 就是因為 他背著重磅 他早段 出去追 然後 用完那段力 隻馬回來 偏向均速 所以這些馬 如果你說千四 他要背重磅 他蝕不起 唯一就是在千二這一場 你背著一百二二磅 剛剛好 中磅的位置 然後 和他留著一段追 那你排個五檔 就是可以做到 埋到的二跌 三位 入到直路 拉出來衝 其實就會是 沒什麼失車的風險 我相信 沒什麼失車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 這場賽事 就是要留意 五檔入面 一檔 是那隻聚財 都是會流 衛銷波 又更加厚 另外就是 八千絲 和二郎 都會手前一點 那你說 幸運快 其實五檔 內側真的會頂 他的馬 可能只有1到2匹 不多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他這場賽事 很好跑 賣都是 容易跌 甚至乎 鐵欄都可以 直路 拉出來衝 我覺得這場賽事 他是有權贏的 他是有權贏的 希望波仔 聖聖聖聖聖聖 那他搭賽 如果你要搏 波仔開齋 我都是 等他搭賽 入漢的馬 儘管看他 可以不可以 這次就有這隻 幸運快車 另外 八千絲 他最近試搏 雜當然好 這匹馬 何時試雜不好 只不過上一局 他看空跑 就不對 這馬上次是 你只要看空第一局 跑千二 其實都不算太對 而前一局 他贏的那一場 是獸樣榜 而贏的那一隻 很眼光 其實我是有點懷疑 那一場的水準 獸樣榜 贏的很眼光 那這局 我相信這次 上名的機會會有 但是贏不贏到 其實他到現在都沒有證明過 他可以和這一局 聚裁 或者是後門快車 跑得近的 他都是贏一千的對手 所以就 我不懷疑他上名的條件 我覺得這局 會比他上次大的 上次我是攻擊得他很厲害的 但是呢 你說贏 我自己就會搏其他馬 那再說 他聚裁這些 其實原本這些 買我的手算 只不過後來看到他就 他最近那局試雜 他出閘貴了一季 慢了一萬 然後 那當然最後是衝回 因為他是很高分的馬 但是 如果你說這些馬 突然之間 以往是沒有漏閘的毛病 那一局出閘貴一貴 有一些意外的話 有一點點顧慮 我有一點點顧慮 還有這一匹馬 我覺得貴初是比現在 所以 腳我都會拖回 但是Win呢 我自己就 還在想著 這一匹馬 未必說會搏 必長勝 你說二班上來一班跑 二班是一些長期揹著重磅 都可以 都跑得好的馬 所以你說一班 你突然之間 減輕20磅 這一種不算太強 他都有些條件是跑得好的 所以就不要說 抹殺了這一匹馬的機會 標知智仁呢 試閘呢 表面上留了一段衝 這一匹馬是不錯的 不過對手 那個貨閘的對手 比較差一點點 這一隻馬是存在最大的變數 因為住了倉 只不過就是那個貨閘 其實就 好是應該的 因為對手太弱 你看他的分 然後對比一下 那一組閘 他所謂擊敗了其他對手 但是那些對手的分 跟他差很遠的 所以那個貨閘未必說太過高估 那這一場我自己會 是搏一隻三的 幸運快青 好了 那這段影片說到這裡了 推介第七場 一班牽移三號的幸運快青 那先說到這裡了 明天會出賣3.3 下午茶刨馬時段的 賽日的精選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贏多一點 記得 喜歡我的影片 幫手給個like 那下期再和大家聊吧